泰国大米出口商与泰国商业部共同努力 争取让泰国今年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宝座 预期今年全年大米出口渴望达1000万吨 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泰国大米出口累计535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74.9% 出口价值增长20% 折合泰铢841亿7600万泰铢 各品种大米的出口平均价格为每吨488美元 比去年同期平均价格下降31.4% 而泰国国内2014年下半年有利大米增加出口的因素 包括不再实行大米点压计划 大米价格跟随市场行情调节 政府库存大米的出售 采取政府部门与民间机构联合管理决策的方式进行 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出现会带来旱灾 不利农作物种植 国际市场农产品交易数量趋向减少 亚洲主要的大米进口国如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印尼将会进行大宗进口采购 因其国内农作物种植直接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而伊拉克也需要增加进口大米储备 以在借债月时消费 至于尼日利亚在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后 会增加进口高档蒸米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 同时也要注意影响泰国大米增加出口的不利因素 如大米产业劳工短缺 泰国大米出口商会 已经向国家维稳委员会 经济工作副主管插拆上将 指出大米产业存在的问题 国家维稳委员会表示会给予帮助 并负责与劳工部沟通和商量解决办法 商量解决办法